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主政的苗栗縣政府 就不配当我们的政府 7月18号那一天 就在这里的重庆南路 秀春姐知道了 她的家被拆掉了 我相信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处境 她出门的时候 只带了水壶 毛巾跟随身的包包 秀春姐就在你们看到的 海道的镜头 总统府前面的重庆南路上 她昏倒了 但是为什么7月18号 秀春姐还要来到台北呢 因为她没有放弃 最后一刻的希望 她来到总统府前 其实她先到南港的经贸园区 去拜托在那里开会的马一九总统 她跟马一九总统说 请你救救我的家 但是就在她讲话的同时 马总统没有停下脚步 错失了挽救 彭大姐的家的机会 我虽然经过一个月 我的心还是 还是有千万只蚂蚁在专注一样 说不出的苦了 说不出的乱和酸 这个月来 大家辛苦了 我真的感谢社会大众 对我们大补师傅的 声援和鼓励 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谢谢 谢谢你们 这几年来 深受政府 深受之苦 我知道不是只有我受害 有更多人受到不公义的对待 这个月来的心境 虽然跌落到谷底 但我知道我不能被击倒 因为跟我相同的人还有很多 我要擦干眼泪 勇敢地走出来 我希望我是被不当征收者的 最后的一个人 一个受害者 还是要再次感谢社会大众 给我的力量与支持 真的谢谢大家 最后我有个心愿 就是延屋延地重建 请大家共同完成 完成它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秀春姐 这段期间一直守在家园 秀春姐的大儿子 他过去都说 让爸爸讲话 让妈妈讲话 今天他有一些话 想跟大家说 感谢各位 在场的观众朋友 我到一句 口口用词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我谢谢你们 在网络上有人问我们 为什么我们反核要来参加这个反对农地征收 为什么要反这个这场运动 我们为什么反核要政治化 为什么我们反核要反马 我听了以后我很难过 我跟这些朋友们讲 今天我们不是反马 今天我们也不只是反对一个政府而已 我们反对的是不属于人民的政府 我们反对的是这个政府 他是为了财团而服务 我们反对的是马总统他心甘情愿 作为这个财团政府的代言人 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不是今天是马或是任何一个政党上台 今天如果他还是照这样的施政 自愿成为财团政府的代言人的话 我们全部都要反 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了解这一点 我们不只是反核 我们反对的是 我们反对的是这一个 合折而鱼的这个不公平的发展式 无止境的经济 是念经济或者是农业经济 我在这里要提供一个 为什么要猜政府的理论或者是论述 因为我第一个我先举个例子 在全台湾里面 我们有各地的石化工厂 从一清二清三清五清六清 这些石化工厂 他所生产的产品里面 他会排放很多的污染 或者是危害我们健康的这些污染物 包括旋入微粒 包括二氧化硫 他也排放了很多的温室气体 但是这些成本厂商从来没有支付 就是要政府去校正 比如说政府就要实施能源税 政府就要实施可污染税 如果政府没有去做的话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政府失灵 政府说利多于弊 但从来不告诉我们 到底哪些人得利 哪些人损失 当你的经济只靠对岸的时候 以后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选举我们当然只能靠对岸 这时候我们的民主会变成是一个虚假的民主 更严重的是 他没有考虑到我们的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 对方要求我们过去投资 有关粮食的上面 我们是不能控股的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粮食的 零售辟花到仓储冷冻冷藏到餐饮业 全部都是完全开放 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 我们的网路安全 我们的经济安全 我们的国家安全 完全没有纳入考量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市场失灵 在这样的情形下 政府没有做任何的行动 就是政府失灵 那如果政府失灵 唯一能校正他的 就是各位 谢谢 今天下午 有一位媒体朋友 打电话给我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面对了什么问题 我们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到底想要猜什么 各位朋友 这是你我今天来到这里 真正面对的问题 我们要猜的 无非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本来是一个规范 用来规范 要使用这些体制的人 可是今天他已经不是规范了 他变成一种暴力 昨天的媒体报导 听说有人对年轻朋友的嗆声 动怒了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真正该动怒的是人民 不是吗 各位朋友 只有人民之怒 这个暴虐的政府才会真正害怕 这个社会才能够被扭转 这个社会也才能够被改变 你们知道吗 他还告诉我们 要跟他互相尊重 他也对你没有任何尊重 他反而要我们尊重他 你们可以接受吗 好 好 我 我 我想 我 我 感谢观看